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弹注播出 安省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表态 支持自由党教师动心议案 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前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挪威爆炸枪击案嫌犯布雷维克精神正常 被判21年监禁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五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多市东端的Jim Simpson Park的铁轨旁边 今天发现了一具尸体 多市警方正在就此案进行调查 警方在今天上午10点45分 凤照赶到了位于Queen Street East 加Bose Avenue地区 随后在公园内发现了尸体 与警员一同赶赴现场的 还有验尸官以及凶案调查人员 由于要配合警方调查 购火车Lakeshaw东行线的服务 在上午暂停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CNE会场 今天早上发生了液化气罐爆炸事故 爆炸损毁了一个展位 残骸散落在方圆50到60米的区域 目前警方正连同消防人员进行调查 爆炸地点位于CNE会场 接近Ontario Drive加Princess Boulevard停车场 爆炸发生在今天清晨4点钟 当时会场关闭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一旦爆炸发生在会场的开放时间 就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据消防人员称 爆炸原因是液化气阀门没有拧紧 爆炸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大约有15000加元 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一部拖车 和一部面包车也受到损毁 警方随即封锁现场 爆破专家也奉照前往进行进一步检查 CNE的发言人表示 事故不会影响会场在今天正常开放 这是CNE今年所发生的第三种意外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 一名15岁的男孩向警方报案 说自己在Direct Energy Center洗手间 被人性侵犯 昨天晚上又有一名男子 在观览车旁边被人刺伤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和省内的教师之间的劳资纠纷 迟迟得不到解决 安省自由党政府决定通过这一项议案 强制教师接受新合约 要通过这项议案 作为少数政府的自由党需要至少一名反对党派成员的支持 安省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今天宣布 将不会反对自由党的这项新议案 这也就意味着议案将会在议会获得通过 这项议案包括省内教师在明年动薪 以及部分福利的削减 此外教师病假天数减半 且病假不得积攒过期作废 议案旨在帮助省府削减高达150亿加元的赤字 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今天表示 对于自由党政府没有在往年尽力裁剪赤字表示遗憾 他希望此次为教师动心能够成为一个表率 以及其他部门也开始推行相同的举措 在昨天 三个具有影响力的教师工会组织 批评省府的举动违背民主 并誓言将与省府对抗到底 对此省教育厅厅长布顿 今天对媒体表示 省府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 此外还有教师工会称 尽管不打算罢工或者代工 但或许会拒绝开设课外活动 因为涉嫌虐待动物 加拿大动物园和水族管联会 以及安省防止虐处会 联合对位于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 Marillon游乐园进行了调查 但是Marillon今天表示 两个组织并没有发现虐待动物的现象 Marillon饲养着多种海洋生物 包括白鲸 海豚以及虎鲸等等 早前曾经有前任的员工 公开指责游乐园虐待动物 Marillon兽医部门管理人员称 这些指控没有实质的内容 游乐园方面表示 动物园和水族管联会 在检查当中只发现了 部分动物存在着眼部的疾病 但这大多是由于年长所引起的 而且患病的动物都得到了医治 我们继续来看家国方面的消息 温哥华一名犯罪分子 违反了长期监视令逃逸 当地的警方对其发布了全国通缉令 并将该人定义为极为危险分子 逃逸的罪犯名为Rabit John Triss 现年48岁 据称该人昨天没有返回 位于温哥华的居所 警方怀疑其已经逃逸 Triss在1999年闯入了彭迪顿的一间民宅 持刀威胁一名89岁的老妇 在要求其脱掉衣服后将其捆绑并袭击了他 Triss因此被控暴窃 严重攻击他人 暴力拘禁以及驰蟹袭击等罪名 据悉除了本名之外 该人还曾经使用Rabit John Miller 以及Gary Blaine Shannon这个名字 警方称Triss为白人男性 身高五尺十寸 体重190磅 棕色头发 但褐色眼睛 偶尔佩戴眼镜 该人左小臂上 持有一只鹰的纹身 右臂持有骷髅头 Triss为极度危险的人物 极有可能再度进行暴力和性犯罪 警方现呼吁知情者 踊跃提供线索 魏诗省的苏里市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宗 怀疑是帮派斗争的枪击案 一名男子被人射杀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 据悉死者为46岁的 Christopher Penmenter 昨天凌晨左右 他在车里被人击毙 案发地点位于Fisher Heights地区 Penmenter为警方熟悉的人物 警方表示 相信凶手是有目的的作案 苏里黄家骑警 在案发后将附近区域封锁 并连夜开始调查取证 警方还告诉当地民众 当晚不要离开居所 目前综合凶案调查小组 已经接手此案 好的 下过消息过后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听到广告 一会儿会带给您国际新闻 我们稍后见 真正的说话是低调的华丽 是时间和智慧精粹 无需张扬 就像王府井商城 存在的本身 已经耀眼到让人无法忽视 王府井商城 将显地标建筑的经典魅力 引领万景时尚风向 奉献优质人生享受 体验一站式完美生活 详情请致电 905-888-6788 热诚贴心的服务 琳琅满目的食材选择 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设计 气质优雅的食材华案 无与伦比的高档品质 手艺非凡的技师 为您打造出典雅气派的家居装饰 我们是Stoneport 您的食材专家 密西沙家最新重大商业地产项目 典雅瑰丽的Galleria Center 将于密室Dundas加Dixie兴建 设计灵感源于享誉欧亚的购物中心 Galleria Center 优良品质与超凡消费体验的完美结合 现代设施非一般的购物体验 加上琳琅满目的美食 让Galleria Center 成为极创新时尚风格 与舒适便利于一身的休闲热点 投资创业良机万物错过 Times Optical 多款时尚精品眼镜 现正优惠热卖 两副只需199元 款式多 质量好 更有大量名牌镜框五折优惠 此外我们还提供专业的页眼服务 赶快到Yangstreet分店和Times Square分店选购吧 好 观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8月24号的WOW TV的国语晚间新闻 跟我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今天上午9点左右 美国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 帝国大厦外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造成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 九人受伤 据称枪手是一名一年前 因公司缩减遭解职的商店工作人员 他在开枪射杀一名以前同志之后 便在帝国大厦附近 漫无目的地朝路人开枪 警方赶到以后将其当场击毙 枪手之前工作的商店 位于纽约市地标建筑帝国大厦内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 在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个别伤亡人员可能是被纽约警方误伤的 挪威奥斯路一家法庭的今天裁定 该国722爆炸枪击案嫌犯 布雷维克恐怖行为罪名成立 判处其21年有期徒刑 布雷维克事后表示 不会就判决提出上诉 并就没能杀害更多人而感到抱歉 五名法官一致认定 布雷维克精神正常 这与被告此前一直宣称的 自己没有精神问题的说法相符 首席法官表示 法官对判决结果意见一致 布雷维克被判入狱21年 33岁的布雷维克当天身穿 白色衬衫和黑色外套出庭 在手铐被取下后 他再次做出了右翼组织的行李手势 与之前几次庭审如出一辙 他对袭击行为公认不讳 当听到判决结果时露出了微笑 去年7月22号 挪威人布雷维克先后在挪威首都 奥斯路与附近的于特岛 发动爆炸与枪击等暴力袭击事件 共造成77人死亡 这是挪威自二战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好 我们接着来关注日本和他国的领土主权争议 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两项决议案 就近期独岛和钓鱼岛的争议 分别向韩国和中国提出了抗议 日本执政民主党 自民党以及公民党 等多个党派的议员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案 就周边岛屿近期的争议提出抗议 首相野田家宴对香港保钓人士登上进阁诸岛 也就是钓鱼岛感到遗憾 决议提出严厉声讨同严重抗议 要求日本政府采取一切手段 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决议提到无论根据历史和国际法 钓鱼岛都是属于日本领土 目前这些岛屿也由日本有效管制 根本就不存在主权问题 政府应该向中国和香港当局严正交涉 新议案同时谴责韩国总统李明博 登上主岛 也就是韩国所称的独岛提出抗议 对于韩国实际控制独岛 决议案就指责为非法占据 野田家宴在最近的主权争议当中 对反对派批评立场不够强硬 日本首相野田家宴今天在东京说 日本再次敦促韩国将主岛 韩国称为独岛问题 共同提交国际法院 并呼吁依据法律和正义来解决主岛问题 野田今天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在历史和国际法上 主岛毫无疑问是日本的领土 韩国二战后凭借实力 开始非法占据主岛 韩国单方面占据行为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法律和正义 通过国际法庭寻找解决办法才是正道 谈及韩国当天以邮寄方式退回野田 致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亲笔信 野田说这在外交惯例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非常令人遗憾 日方将亲笔信再送回不是建设性的做法 也关乎日本的外交品格 因此日方不再准备送回 日本外相玄夜光一郎 今天召见韩国诸日本大使申望秀 对韩方当天以挂号邮件方式退回 野田制李明博的亲笔信 表示强烈抗议 李明博本月10号登上与日本存在主权争议的主岛 以宣示韩国对该岛拥有主权 日本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并提议日韩双方将主岛问题 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但遭韩方拒绝 主岛也就是韩国所称的独岛 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面积0.18平方公里 朝鲜 韩国和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 目前该岛处于韩国的实际控制之下